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1498集 有点门道啊 我以为你们只会送给我大量的天金石 想不到还有一个神秘的罐子 别告诉我 这是一件究极之物 那样的话 祖师复活都要激动到癫狂 他眼中露出炽热的光芒 不过他的话语是森寒的 气息也是可怕的 让这片空间四分五裂 虚空乱流都在凶猛地冲击 他探出一只手向前抓来 老谷 全靠你了 生前的力量与后手是否准备好了 毛啊 我要是能动用生前的手段 早一巴掌拍死他了 老谷叫到满头冷汗 东北虎叫到咋咋咋呀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呀 这头可怕的生物都快要一把将石罐抓起来了 这几乎是要瓮中捉鳖呀 楚风打喝了一声死吧 老谷也打喝杀 开启盖子的刹那 他们合力将战车给轰了出去 同时 暗中挤出那只雪白的簪子 刺向那黑雾中的生物 轰了一声 这地方炸开气息太可怖了 战车飞出去后 跟那探过来的手掌撞在一起 结果被挡住 但是乌光激荡间那只手也在被腐蚀 那半步天尊精叫 不属于阳间的能量 难道是邪灵 他一声嘀吼 所记出的规则与秩序符号等在溃灭 血液横流 强大如他手掌都负伤了 可惜 战车坠地 没有能够杀死他 同一时间 那雪白的簪子也落地 被他牵引的法则压制了 关键时刻 楚风他们将从大邪灵脖子上取下的吊坠 挡在使馆外面 绽放油光 挡住那冲击而来的气息 三才童子 谢谢你们啊 都是好东西啊 居然让我遇到这种大机缘 半步天尊带着笑意 他自然是看出来了 自使馆中丢出来的这些东西 没有一件是反匹 全都了不得 如果交给正确的人使用 那简直不可想象 杀伤力 惊是害俗 但是 他这次却没有立刻动手 总觉得 这使馆诡异 内部藏着凶物 最起码 刚才他便受伤了 不过 他并未停止过长时间 暗中运转自身的最强手段 秩序如同发光的铁链 在延展 在交织 将使馆彻底的笼罩 他要封锁此地 镇压使馆 这个人很谨慎 总觉得使馆过于惊人 并且内部喷吐出来的器物 都太不凡了 让他有些心计 所以 他没有莽撞 为了稳妥起见 准备慢慢练化 老谷焦急 他们从大邪灵身上 取到的价值最惊人的东西 就是那个用黑暗母巾 做成的链子 所吊着的坠子 那是一方黑乎乎的小艺 如今就悬在石棺出口这里 老谷就等着那只大手接近 准备找机会催动此意 结果 对方没有轻易临近 而且反倒以法则覆盖罐子 将他们封在这里 半步天尊那么的强大 却这般的小些意义 老谷叹气 感觉凶多吉少 他想发动最强一击 都没有机会了 一寸剑方的小硬 黑的是人 不是我戒之物 这是你们仪仗的最终杀手锏吗 我笑纳了 终归我所有 半步天尊 平静下来 他封锁虚空 用秩序神炼 缠绕使馆 他彻底镇定了 老谷贺问 道友 你未免不够厚道 你们这个组织心欲一向良好 今天为何如同强盗般 要血洗买家 时代再变 有些规则自然也要改 杀了你们 不但可以得到更多的天金石 还能将卖给你们的孟婆汤取回 何乐而不为啊 半步天尊 淡淡地开口 老谷动怒了 你们的心肠太黑 太毒了 不够狠 我们的组织怎么能够从史前 活到这一世 半步天尊微笑 站在黑雾中 谋中尽是阴冷 无耻与阴和也就罢了 你还觉得理所当然 良心让狗吃了吗 东北虎教导 他们与楚风心中 都有一股怒火 对方承诺的庇护 不但未实现 还想杀人越祸 实在是可恨 你们焦躁 气氛 又能如何 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们就是不遵守诺言 你们又能怎样 半步天尊 笑容冷酷 我就是要杀你们的刑语神 夺取属于你们的天物 与造化等 你们可以上路了 他开始记出法则 要炼化石管 与挡在石管口那里的吊坠 怪只怪你们 实力层次太低 土鸡挖狗 也妄想执掌 西式天舞 二等都可以化作粪土了 他喷出一片光 要慢慢的炼化石管 不得不说 吊坠恐怖 石管神秘 都不是能够在第一时间 炼化掉的物品 楚风并没有寄托意外发生 在对方下定决心 要炼化他们时 就提前发动了 轮回土发光 当中插着一杆木毛 此时生机勃发 有莫名能量弥漫而出 不得了 东北湖毛骨悚然 天尊都出手了 他们多半要在第一世界 化成一团浓血 老谷大吼 震动的吊坠 光华朔朔在这里拼命 楚风轻斥了一声杀 动用最后的手段 寄出那杆木毛 在轮回土发光的过程中 他哼的一声飞了出去 那筷子长的小木毛 如同闪电鸡舍 居然击穿半步天尊的秩序牢笼 并且扑的一声 贯穿了黑雾中的身影 那道黑影一声惨叫 身体矩阵 周身血液一下子化成黑色 就是魂光都在刹那间漆黑如墨 他颤立着 恐惧着 觉得自己在被吞噬 在被黑暗淹没 在被扼杀 卖时光炉的组织 其他强者先有感应霍的抬头 凝视这片天地的某一坐标区域 墨家也有强者在通天瀑布外地带 觉察到天地间的异常 与此同时 地下足脉中 那个风华绝带的大邪灵 已经坐了起来 黑暗涌动 宛若一片恐怖的大界降临 把那半步天尊给囚禁了 天哪 不只是半步天尊在嘶吼 还有老谷与东北虎也在大叫 他们感觉太震撼了 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 小小的一根筷子长的木毛 居然有这么大的威能 老谷震惊 而东北虎则眼睛发直 身体忍不住筋挪 这是什么老物件 这是让半步天尊 蝶血呀 楚风自己都一阵心计 虽然他心底最深处 一直对此物寄予厚望 但是现在还是吓了一跳 直接杀伤那个黑雾中的大妖魔 极其惊人 他自然知道 这黑色的小毛不是反雾 因为在挑选时 他手指缝中 有几粒轮回土的土质 居然发热 有感而鸣 那时他就明白了 死物惊世 从外时光炉的中年女子 手中的一堆物件中 挑到这个不起眼的小毛 当时许多人都在笑 只有楚风自己知道 赚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仅此一物 胜过那片地摊上 除却时光炉外的所有物件 而他更是在通天瀑布中 做过实验 初步了解到 此物可激活 有莫测微能 但当时不敢大张旗鼓的技术 现在 他在关键时刻激活木毛 效果超出了预料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